好 舌尖上的美食 今天我們要到新加坡 新加坡大家會吃的是什麼 他們叫斑蘭蛋糕 但在台灣叫做香蘭蛋糕 為什麼 這是我新加坡的朋友 歡迎老闆劉明凱MK進場 叫他MK就好 你好 你好 這個就是香蘭蛋糕 台灣比較少 但你今天要把它做成 是減糖版的 為什麼 因為新加坡人口多少 五百多萬 但是百萬是糖尿病患者 所以就是說很愛吃甜 新加坡的異國美食 叫做無糖不歡 過年必缺的什麼 撈魚生 他要加那個酸甜醬 酸極汁 花生碎粒 跟餅乾碎片 那個本身就是甜 我有畫面 這個畫面是我過年 到新加坡去過年的時候 大家就是在朋友家 撈魚生到餐廳裡面 你看 加的就是那個醬 他加的是什麼醬 他加的其實是 我們說是酸梅醬 那他其實酸梅醬 他是用麥芽糖 酸梅 然後再加砂糖下去 一起烹調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糖 糖 去製作 就是糖 對 你看 然後大家要講一個 吉祥話 猜啦 旺啦 好像大年初期 對 它其實是在正月初期 但是現在已經演變成 過年之前就開始在老乳神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想說 一點只吃一次應該是還好 結果 但是已經是從尾牙 開始吃到過年後 都還在老乳神 真的是無糖不歡 這個是撈魚生 它就是只有七彩的 你看 我還特別把它印下來 它就是這個樣子 每一年的主題都不一樣 就做成生肖的樣子 然後就叫做這個七彩撈生 就是有七道的素材 無糖不歡還包含什麼 印度煎餅 如果沒有咖哩 他們就沾糖 這樣子吃喔 我們其實是因為 小朋友可能不敢吃辣 那我們就是先一口沾咖哩 另外一口讓它沾糖吃 我們小時候就是這樣子訓練吃辣 就是這樣子訓練來的 來 邱院長又有話要講 是不是白糖你又不推薦 剛剛沾咖哩塞 那個醬一大堆白糖就 哇 這種糖分 他剛剛有用到什麼蔗糖 你剛剛講說 那個加了糖分對不對 蔗糖還有一個什麼糖 麥芽糖 麥芽糖 對 這個就是雙糖 雙糖很容易分解 然後被吸收 所以血糖會容易上升 那你如果搭配 像這些膳食纖維這些蔬菜 這裡面有一些蔬菜 對 那個還好 因為什麼蔬菜會抓住糖分 在腸道當中 比較不會被消化吸收 但如果單單吃這個糖 特別是喝那個含糖飲料 哇 那這個就不太健康了 你看 因為我們以前在新加坡 就是很愛喝飲料 咖啡啊茶 所以如果我們去新加坡 如果你跟他點一杯咖啡 你沒有特別去備注說 你要少糖或無糖 他會給你全糖的 他就是給你全糖 對 就是南洋咖啡加煉乳跟糖 這個是全糖的手搖飲 這個你就不推薦了對不對 手搖飲的話 我其實是來到台灣 我才開始有改成燒糖 不然的話 我在新加坡也適合全糖飲料 因為跟一些馬來朋友 印度同胞朋友 他們都很愛吃甜 所以我們就是 也是變成一個文化的一個習慣 對 是來到台灣 有慢慢的被童話了 好 今天一整排的黑桌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好美 這個到新加坡我們都知道 它是一個香料 他們叫斑蘭 那台灣叫香蘭 台灣叫香蘭 這個真的是很香 它是有一個味道的 是來自屏東的香蘭葉 這來自屏東 這個如果在那個白飯上面 放下去煮也是很香 通常海南雞飯 我們一定會放 或者是做一些娘惹糕點 我們一定會用香蘭葉來 提高它的一些香味 您現場要來打成汁嗎 有 來喔 像香蘭葉的話 我們都是跟小農訂購 那它其實在送來的時候 就是連它的根是一起送來的 所以它非常的新鮮 那我們在製作的時候 看似很簡單 可是其實它的程序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一次要洗 可能十幾公斤的葉子 而且是要重複的洗個兩三次 那洗完之後再像香蘭 這樣子剪成小片 然後就加入飲用水 一起去打成汁 那其實它的做法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打成汁之後 我們還要把它倒到裡面去過篩 過篩了我們還要給它 至少三天的時間 讓它的濃縮可以沉澱 所以一個香蘭蛋糕它的製成也是不容易的 至少要三天的時間 然後我們的蛋糕都是當天現烤 你把它減糖就是了 我們其實有在來到台灣 有做一個減糖的食譜 有去擀 然後我們加到裡面了之後 就開始打碎 好 來 那它其實在打碎的過程中呢 我們還是要時不時的去攪拌 要時不時的去攪拌 它才會比較均衡 哇 來 我們進到這邊的香蘭蛋糕 你已經把它減糖了 來 我們來切開 所以我們剛剛講那個嗆鍋魚 它是外脆 內嫩 那香蘭蛋糕呢 其實香蘭蛋糕它沒有加任何的香精的話 它的味道是慢慢的散發出來的 對 它不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說 怎麼味道會那麼重 它是慢慢的散發出來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我切的時候它非常的蓬鬆 好美 這個顏色看起來就是療癒的 然後它當我們在壓的時候 它還會慢慢的就是回彈 對 因為新鮮的蛋糕 它的氣孔不會到非常的多 有吃到香味 人生放輕鬆喔 所以你帶了這個很多的甜點 這一道是 這個是胡蘿蔔蛋糕 胡蘿蔔蛋糕 來 我來切切看喔 我要下刀囉 看看它裡面長什麼樣子 哇 所以這裡面看得到胡蘿蔔 它裡面有用了真正的胡蘿蔔 OK 下去製作囉 這道是胡蘿蔔粒 對 還有一些豐富的鳳梨 葡萄乾 好 據我所知 這個就是鳳梨酥 新加坡鳳梨酥 對 這是新加坡的甜點 這些都是一些各國的餅乾 把它組合到一個鐵盒裡面 但是你們做了減糖就是了 我們都有做了改版的減糖了 再不戒糖 真的會比別人早洗腎 劉伯仁醫師他的整間案例就是說 三十年來應酬 他就是要喝珍奶跟西瓜汁 他就跟他講 你要戒糖啊 最後因為水腫喘不停 發現他已經有糖尿病了 而且他的腎功能衰竭的速度非常快 哇 他必須洗腎 院長 天啊 這個標題 一杯珍奶下渡 相當於爬三次101的熱量 真假的 對 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到底一天應該吃多少糖 才是健康的對不對 那國民健康署有提供我們一個標準 就是我們一天總熱量啊 不要超過10%的添加糖 為什麼要講添加糖 因為我們的飯面也是糖啊 但那個不是添加糖 那是我們正常的主食 應該吃的 可是這種額外的這種添加糖呢 像剛剛講的蔗糖麥芽糖 這種就是添加糖對不對 不要超過10% 那10%的話到底多少 以我們一天2000大卡的熱量來說 10%就是200大卡對不對 200大卡呢 大概多少克的糖呢 大概是50克的糖 因為1克糖是4大卡的熱量 50克糖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喝的這個珍珠奶茶 跟這個西瓜汁 大家看一下 Oh my God 這一杯珍珠奶茶 相當於這個12克的方糖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200大卡的50克的糖呢 其實就是差不多10克方糖 10克方糖喔 光這一杯就12克方糖喔 已經超標了對不對 對 那如果西瓜汁 你不要添加任何的糖分 它本身帶來一些糖分 多少 10克的 10克的這個方糖 所以你光喝這一杯 等於你一天的攝取量 就差不多已經滿了 那這個糖分多了以後 超過18會有產生什麼問題呢 大家都以為只是糖分增加嘛 可能就糖尿病而已 沒有喔 還會引起心血管疾病 死亡的風險都會增加 對你看看這個病人 你看他連腎功能衰退都比較快 這也跟糖尿病是相互有關的 所以這個添加糖 這種含糖尿病 真的是適可而止 不要喝太多 而且院長今天要教什麼 超慢走 超慢走 不是超慢跑啊 我們最近很夯的叫超慢跑 對不對 但是呢 在我們醫生群組裡面 最近有一個訊息在流傳 就是說 這個很多做超慢跑的人 做完以後怎麼樣 膝關節疼痛 腰椎 椎鍵盤突出 產生了一些運動傷害 那為什麼說 超慢跑運動傷害 我要推行的這個超慢走 就不會有運動傷害呢 差別在哪裡 走跟跑不一樣喔 走路的話 我們隨時都有一隻腳 在地面對不對 對 這是走路嘛 對 但跑呢 跑會兩隻腳騰空 那這個差別在哪裡 兩隻腳騰空 當你掉下來的時候 這一隻膝蓋負擔的體重 除了全身的重量以外 再加上重力加速度 所以超過一倍的體重 可是我們如果兩隻腳 有一隻腳在地面的時候 兩隻腳平行的時候 是一半的體重而已 好 所以我教大家做超慢走 那超慢走的話 一天做三十分鐘 怎麼走呢 就是太空漫步的走法 文英可以不可以跟我一起做 因為穿高跟鞋不適合跑嘛 對不對 但還是適合走路 那怎麼走呢 就是很簡單 就這樣 我們這樣 你看 我會很優雅喔 對 我比較野獸 你這個比較像那種正面瑜伽的走法 對 就是這樣子走 好 那腳要抬高 手要伸直 那你看喔 因為維持平衡 這個肌肉要收縮 我好厲害喔 對 那我們全身最大的肌肉在哪裡 在大腿 我好厲害喔 所以大腿這樣運動的時候 有人跟我講 他走三十分鐘以後 全身冒汗 全身冒汗 對 這樣子 肌肉就可以平衡你的血糖 好 抵消掉你這個喝的含糖飲料 這種血糖升高的效果 這個非常有幫助 每天你會聽見不同的聲音 這麼多的聲音 你該如何選擇 最精準的聲音 我是高維音 我在年代舞報 在年代舞報